妈妈,年的传说是怎么来的呢? 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,凶梦异常。 年兽回到除夕就来到村里,吞噬深处,生人暗命。 这一年除夕,村民们为了躲避年兽的伤害,逃往深山。 这时候,从村外来了一位银发白须的老人,婆婆劝说老人离开。 老人笑着说,有办法把年兽赶走。 婆婆见老者太人自若的模样,便决定和其他村民一起留下。 午夜时分 民兽闯进村 发现村里家家户户,门贴大红纸,屋内烛火通明。 民兽吃了一惊,又试探着往前走去。 将进门口时,突然转来火烧牛鸡,嘀嘀啪啪的叫响声,吓得不敢向前,狼狈跑跑了。 乡亲们欣喜就狂,为庆贴赶走年兽,纷纷换新衣,戴新帽,互相道喜。 这事很快在其他村里传开,人们都知道了用鞭炮驱赶年兽的办法。 从此,年的传说流传开来。 好,过年了,包饺子放鞭炮了。 好,过年了,包饺子放鞭炮了。 不管天门地北,不管千山万水,过年回家是每个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心愿。 团圆美满是每个人心底最深切的期盼。 回家的每一步路都是通往幸福的路。 不管时代怎样变换,家是人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 回家是永恒不变的信仰。 春节是团圆和谐,是辞旧迎新,是起伏纳祥。 让我们分享快乐,传递祝福,与世界携手同行,静待花开,拥抱春天。